今天想和大家深入谈论 其实是什么是澳洲的区域 即是所谓的偏远地区 因为前几天和学生聊天的时候 推介去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 然后和他们说移民加分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耍手灵头 觉得偏远地区其实家人不太想我去 偏远地区其实一点都不偏远 在澳洲移民局的定义 地方地区叫做低人增长的地区 换言之它是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都市 如何定义地方地区呢 就是根据它的出生率去看 它的出生率如果是连续两年都持续下降 很大机会那些地方就会被定义为一个区域 有什么地方是不属于区域区域区呢 例如尼尼加斯尔和乌龙江那些地方 某些地方都会属于非偏远 因为那些地方人口比较密集 和出生率比较高 所以就会比较高 选择在这些地方工作也好 读书也好 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例如工作假议人士说 他们通常第一次就签一年的时间 如果想第二年继续留在工作假议 其實他們需要在這些地方工作滿三個月的時間 所謂的二簽 如果是讀書的學生 有很多的 尤其是內地或是韓國那些地方的人 他們就很認識這件事 他們對於學校的排名 是否屬於少年、Melbourne這些大城市 他們反而不是很在意 他們很在意就真的很實際 在哪裡可以幫他們有優勢 他們繼續留在澳洲 在地區讀書有五分的移民加分 又不代表在這些地區沒有好的學校 例如說 在南澳洲有 Edule是八大之一 然後在Melbourne有Monash University Monash也是一間十分出名的八大大學 另外西澳洲大學 如果同學是想要講求名氣的大學 亦想要有移民加分 可以考慮這些U的程式 另外在這些地方生活 也相對地 是實惠 實惠 物價指數 相對比大城市 當然是低一點 可能你出街吃東西 去買東西 或者你租屋 租屋 租屋很影響你這種費用 租屋 租屋、買屋 其實都是 在這些地方地方 相對價錢會比較低一點 而在這些地方地方 其實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學 學費便宜 生活費便宜 也可以幫助你移民 其實是一個很實際的考慮 同學除了欠學校的名氣排名之外 亦可以考慮一些實際方面的因素 希望剛才一番的講解 可以幫助同學 對澳洲有一個全面的照片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再聯絡我 留言給我 可以WhatsApp我 或者在Facebook留言給我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好我的Facebook的Fans Page 多謝大家 拜拜